我就只問他們差別待遇 就是為什麼駕許可以 而我不行 所以我就瘋狂式的跳針 就只問他說 為什麼駕許可以 為什麼駕許可以 許先生好意買兵種 想分送給啦啦隊被制止 才會引爆導火線 莫及民眾事後留言 還原過程 是當事人往前逼近工作人員 擔心會爆發衝突 保存才會出手推開 受邀和啦啦隊員合照YouTuber 還能抓笑到合不龍嘴 也讓不少球迷看了好羨慕 模仿走進木板區 沒想到不但被球團告知 不能進入 甚至右窗口還遭到 中職聯盟保全打了一下 資深球迷吞不下這口氣 祈禱PO文抱怨引起熱議 跳針式的像 富邦漢漾球團的工作人員 我就只問他們差別待遇 就是為什麼駕許可以 而我不行 所以我就瘋狂式的跳針 就質問他說 為什麼駕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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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就是這樣 原來事發當天是冬午節 許先生好意買冰粽 想分送給啦啦隊被制止 才會引爆導火線 莫及民眾事後留言 還原過程 是當事人往前逼近工作人員 擔心會爆發衝突 保存才會出手推開 確實距離是很近 我就算真的攻擊球團人員了 那請問保全可以打我嗎 還是不行嗎 請問大家有看過 保全打住戶的嗎 應該沒有吧 警方事後將雙方帶回警局 保全強調只是要把雙方架開 沒有意圖要打人 但還是 哀告傷害 對此終止聯盟目前沒有回應 仇團則發聲明澄清 僅邀請YouTuber站到台前合照 沒有進入管制區 後續執勤也沒有暴力行為 對於非理性人士擅闖深感遺憾 只希望仇民能夠遵守規定 給予最大支持 3日新聞 陳翔 新疑 新北線網報導 Beddy Beddy accommodation �聖 夜 小